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王一博,相比编剧角色,他街四中表现出的是极好的主持功底。 看了这一季的街四,真的对王一博有很大的改观。六年的主持,不是白做的呀。 感觉他的主持能力其实不错的,控场控的挺好的,也有综艺感。 只是可能,在天天向上节目不需要他有这方面的表现,他也就尽量收着了不偏重这方面的展现。 这就是街五四的他,语言表达逻辑性很强,进退的当,收放自如,很会把握节奏,也很会控场,综艺感十足。 好多非常精彩的场面和有料的梗,都是他Q的。他Q舞者,嘉宾的切入点,方式和时机也都特别好,非常得体又翘到好处,给整个节目增加了很多让人惊喜的变数。 比如他QAC,点评ebooking,然后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对话,全场欢呼。 Q卡卡为啥不对上布布?卡卡刚和一博说布布布咋地,结果布布走过来,王队长就当面告状了。 一段师徒搞笑情节上演,在小海那一个环节,还Q到本季没录即回面的小鸡,别人说小海出场自带幽默,小海说他觉得他是帅,然后王一博Q了小鸡,说小鸡,也是这么想的。 还有Q肖杰去跳夜音的音乐,肖杰老师幽默地拒绝挑战,王一博就说,表演一下可以,说了三遍,然后肖杰老师就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虽然肖杰老师一开始就心痒痒的,王一博不愧是个主持人,巧妙的Q流程,综艺感拉满的同时,还让人对这几位舞者加深了记忆点。 街舞的后期制作,总是延续上期的编剧梗,给他加编剧王一博字幕角色,其实我觉得,相比编剧角色,他在这里表现出的是极好的主持功底,以后再天天向上他会多一些表现吧,无论是走了的,还是即将留下的,整个形势都推着他要改变。 这个24岁的年轻人,真的是一直在默默成长,做什么事情心里都特别有数,年龄虽小,心智却很成熟,把握的都刚刚好,这个真的很难得,希望他未来在主持的道路上,更进一步。